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八人重伤一人 在第一部的结尾部分 他被警方当场击毙 尸体被送到停尸房后 又莫名其妙的复活了 而且还残忍的杀死了一名法医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没人知道 可能是类似任皮脸或杰森的那种不死杀人狂 也可能是来自地狱的恶灵 可不管怎样 伴随着他的苏醒又将迎来一波新的杀戮 杀死法医后 小丑来到了街边的一家洗衣店 他要清洗一下身上的血衣 门口有个光头顾客正在睡觉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威胁 小丑把衣服丢进洗衣机后 又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小丑女 他们很像是同一类人 这也是第二部电影中最新增加的角色 小丑有了同伴 未来将会一起杀人 当小丑收拾干净走出洗衣房的时候 光头顾客已经惨死现场 画面一转回到麦尔斯县 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 姐弟俩和严厉的妈妈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爸爸在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万圣节就快到了 所有人都在准备着让人惊讶的变装 弟弟乔纳森正疯狂的痴迷着杀人小丑 想打扮成小丑的样子 却参加化妆晚会 可妈妈却严厉禁止他这么做 假如没有杀死那个小丑 县里的所有人都会成为目标 包括他们自己 那是一个让人恶心且恐惧的真实人物 乔纳森不敢反驳妈妈 却在房间里偷偷的进行研究 他已经找了很多关于小丑的资料 而且还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爸爸在出事前有一本画册 里面的人物素描 与小丑杀人案里的受害者一模一样 可问题是在爸爸画画的时候 这起案件还没有发生 乔纳森的爸爸得了脑瘤 生病后总是莫名的看到一些恐怖画面 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画了出来 慢慢的情况变得越发严重 最后他不堪忍受的选择了自杀 这天晚上姐姐劳伦也做了一个怪梦 在梦里他来到历见名为小丑咖啡馆的店铺 所有人都在开心的唱歌跳舞 自己也打扮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而且还见到了杀人的小丑阿特 和新闻里的描述有些不太一样 他开心的跟大家打着招呼 也没有人会感到恐惧 现场的气氛非常愉悦 可没多久 小丑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从黑色的塑料袋里取出机枪 对着人群疯狂扫射 小丑还是那个小丑 永远都不可能变好 哪怕是在做梦 咖啡馆很快就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劳伦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但小丑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拿着喷火器慢慢的向他走来 一时间经搞不清楚这是梦还是现实 在小丑动手的一瞬间 他从饼干盒里掏出了一把短剑 成功的抵住了攻击 同时他也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房间里正在着火 劳伦立刻起床上前扑就 但火势越来越大 已经没有办法扑灭 无奈下他只能躲到外面避免受伤 听到火警的妈妈也跑了过来 成功的用灭火器消除了火情 劳伦被狠狠地骂了一对 认为是他把点燃的蜡烛 放在梳妆台上引起的大火 可劳伦却清楚地记得 自己在睡觉前熄灭了蜡烛 只是妈妈不信 大火不可能凭空出现 在收拾房间时 劳伦看到了灰金里的短剑 这是爸爸送给他的礼物 也是梦里抵制小丑的武器 这件事变得有些诡异 此时的小丑正和小丑女 在一起打造武器 他要知道新的血案 电视里播放着最新的新闻 一年前在马尔斯大屠杀中 有个名叫海耶斯的性同志 虽然侥幸逃生 却已经面目全非 不过还是勇敢地 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 警方已经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小丑的尸体 在凶案发生的第二天 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但海耶斯却坚定地认为 小丑已经死亡 当时他就在现场 另一边 弟弟乔纳森也和姐姐一样 见到了恐怖的小丑 当时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上课 小丑和小丑女就坐在澡廊上 耍弄着一只死掉的燕叔 绵乎乎的内脏 被掏出来三进口中 乔纳森被吓得弄掉了学生卡 受到惊扰的两个小丑 死死地看着他 将手中的死燕叔丢了过来 他被吓得转身就跑 再也不敢留在这里 劳伦把昨晚的噩梦 告诉了两个好友 不知为何 他就是感觉这件事 有些不太简单 金发妹也顺势提到了 幸存者海耶斯 昨天晚上 他在接受电视台的访问时 突然崩溃 当场便撕烂了主持人的脸 目前已被送往精神病院 没有人知道缺起原因 都把他当成了疯子 放学后 劳伦来到了收卖道具的店铺 想在这里 买一些万事你也所需要的服饰 好友黑发妹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 在出门时撞上了一个小丑 以为对方是穿着万圣节服装的普通人 便没有多想 却不知这人就是造成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不一会儿 劳伦也接到了这个小丑 他的背包望在了挑选东西的地方 是小丑帮他拿了过来 虽然没有正面接触 但他可以非常确定 这个人就是梦里的杀人犯 心里面莫名的感到一种不安 付完账就急匆匆的离开了 店老板则不幸的成为受害者 被小丑用碎酒灯插进了眼窝 有客人隔着大门看进来的时候 之间的小丑在抓着一颗头颅 以为是店里的模型便没有在意 劳伦刚刚回家就被弟弟叫进房间 说起白天在学校里看到小丑的事情 怕他不信还打开了爸爸的画本 与上面的小丑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 画本里还贴着小丑女的照片 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人杀死了 凶手至今没有找到 最有意思的是 画本里除了那些 在第一部中被小丑杀死的受害者之外 还画着自己的女儿劳伦 她都穿着正是今晚万圣节的半项 一手拿着短剑 一手提着小丑的人头 看起来他们之间会有所联系 万圣节到了 小丑的杀戮也要正式开启 第一个指的是劳伦的好友黑发妹 画面简直无法直视 为了过程必须打码必须剪辑 简单的描述一下 就是眼睛刺瞎 头皮剪掉 手臂剪断 遭受了千刀万剐 却无法直接咽气 整个人都变成了血葫芦 劳伦和金发妹已经来到画中晚会 给黑发妹打了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 但也不会想到对方会那么凄惨 小丑正把她的头颅当作器皿 来盛放糖果 招待上门的孩子们 然后又来到劳伦家展开新的杀戮 劳伦的妈妈 发现汽车被人涂满了恶心的杂物 南瓜 T恤膏 卫生纸什么都有 正骂骂咧咧的诅咒凶手时了 发现车里还坐着一个 沾满血泽的小丑 还没反过来是咋个回事 就被对方一枪抱头 派对上的劳伦见到了小丑女 莫名的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劳伦的预感没有出说 妈妈被杀后 弟弟也遭到了追击 只不过她没有被杀 而是被小丑注射了满飞机 等弟弟昏迷后 小丑看到了梳妆台上的短剑 她下意识的拿了起来 感觉这把剑和自己有些关系 劳伦把金发妹和金发妹的男友 从派对上拽了出来 她要回家 感觉家里会有坏事发生 可他们刚刚走到一半 就接到离通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弟弟乔纳森的声音 说自己惹了麻烦 让姐姐过去接她 可实际上打电话的却是小丑女 她可以模仿别人的声音 乔纳森已经昏迷 根据指引 劳伦等人来到了废弃的游乐园 这里是小丑女被杀的地方 死亡事件也是万圣节之夜 劳伦一个人走了进去 手机上不断的发了一短信 把最终的见面地点订到了鬼屋 留在外面的情侣 反倒成了新的受害者 男孩在撒尿时遭到攻击 被小丑用参刀一下下的刺进胯下 听到惨叫的金发妹 从车里逃了出来 小丑都不紧不慢的在后面跟着 劳伦已经在鬼屋里转了很久 却始终没有找到弟弟 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 而金发妹也阴差阳错的躲进了鬼屋 只是运气减差 没多久就进入死户痛 被小丑堵个正着 死状更是凄惨无比 先是流酸毁容 又被特制的狼牙棒打得不成人形 最后就只剩劳伦姐弟还没有出事 他们是小丑的重点对象 乔纳曾从昏迷中醒来后 想离开鬼屋 却被小丑在出口拦截 抓着一领拿着手术刀 准备动手杀人 可关键时刻 却被劳伦用狼牙棒打住后背 救下弟弟 他已经发现了好友的尸体 知道这里躲藏着连环杀手 此时此刻绝对不能心软 他把狼牙棒钉在了小丑的头上 但普通的武器 根本就拿他没有办法 劳伦刚刚放松下来 就被小丑勒着脖子甩到一边 压在身下 狠狠的掐着他直至昏迷 再次醒来后 发现弟弟已经倒在地上 没了反应 小丑就静静的站在旁边 他大叫着扑过去 一拳拳的打在小丑身上 能不能起到作用并不重要 劳伦只想发泄 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死不了 为什么会揪着他们不放 小丑抓着劳伦的脑袋 用力一推 身体静止地倒在地上砸碎木板 掉进了下面一层 这里有个冒着雾气的地洞 里面传出了嬉笑打闹的声音 好像有很多人聚在一起 劳伦刚刚从地上爬起来 想要转身离开 就发现小丑站在身后 他将大兵短剑 刺进了劳伦的小腹 身子一转跌到地洞里面 而短剑也被小丑随手扔在地上 在他看来 这只是一把普通的武器 劳伦姐弟的爸爸因为脑瘤 出现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同时小丑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宿敌 所以才千方百计的要杀死他们 一开始还以为短剑是最关键的环节 可现在劳伦已死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留着 这也成了小丑的最大失误 地洞是一个密闭的水箱 水箱外面是劳伦梦里的咖啡馆 那些客人早就死了 但灵魂却在开心的歌唱 劳伦在水里慢慢的没了反应 可他刚刚咽气 短剑就闪了几道亮光 小缝上的刀口也慢慢的愈合了 死去的劳伦又重新睁开眼睛 他从水箱里爬了出来 同样的乔纳森也还没有死掉 小丑正一点点的啃食身体 这时候劳伦又再次现身 将短剑刺入后背 父亲一直的没错 他和短剑就是消灭小丑的关键 最后劳伦砍掉了小丑的脑袋 以为这件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但所有人都没有算中那个小丑女 早在多年前他就已经死了 现在是一名恶灵 可为什么要帮助小丑 鬼哥也不清楚 也许会留在第三部吧 他带走了小丑的脑袋 在结尾的彩蛋部分 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幸存者海耶斯 抛开肚子取出了小丑脑袋 他还没死 一切请大家期待第三部吧 希望可以过神 鬼哥已经非常小心了 血腥的地方都没敢保留 原片超级恶心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鬼哥解说的朋友们 点赞关注转发吧 谢谢大家